那 你尝一尝 我去尝 你尝一尝 不尝我不尝 不尝 不尝 92岁老人靠捡垃圾卫生 13年来挨动瘦割 从未吃过一顿饱饭 只为抚养从垃圾堆捡来的起因 眼前这位身形钩楼的老人名叫许凤英 92岁的他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十年 年轻时期老伴英年早逝 两人也并没有留下孩子 而丈夫失去所带来的痛苦 让徐奶奶不愿意再接受另一段感情 就这样 他一个人凑合过了几十年 年轻的时候 徐奶奶还能靠搬砖养活自己 而如今年事已高 只能靠石荒来勉强度日 他每天游离在社会的边缘 靠着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 搜寻找值钱的垃圾 徐奶奶本以为自己的人生 就这样平淡而无聊的结束 却没想到一个婴儿的到来 让徐奶奶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1999年冬天 徐奶奶像往常一样翻找垃圾时 突然听到了一阵啼哭声 远出的纸箱一直在不停地抖动 徐奶奶打开一看 竟是一个女婴 看着被寒冷冻的瑟瑟发紫的孩子 徐奶奶当即将孩子揣进怀里取暖 过了一会儿 孩子的脸色才慢慢变得红润起来 徐奶奶盯着怀里的孩子 好奇到底是哪个不负责任的父母 竟将婴儿随意丢弃在外 看着孩子可爱的模样 徐奶奶心里五味杂陈 其实她心里十分渴望母亲这一角色 但一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又穷又脏 不愿意让孩子跟着自己受罪 她便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 最后 徐奶奶经过神思熟虑之后 决定还是承担起当一个母亲的责任 收养这个妻婴 并为孩子取名为丝丝 虽然徐奶奶清楚地明白 照顾一个孩子 可能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但母亲的光辉 却一直在支撑着徐奶奶年迈的身体 就这样 一老一小的故事慢慢开始了 刚开始的时候 徐奶奶并没有照顾婴儿的经验 见到思思的一些异样的表现 顿时束手无策 但好在有邻居会经常来帮助他们 有时候徐奶奶出去外面捡废品的时候 她就会将思思托付给邻居照顾 而徐奶奶为了表达感谢 每次都会将自己捡废品 挣来的钱给邻居作为报答 既是邻居百般推托 也实在是哦不过徐奶奶 就这样 思思在百家饭中慢慢长大 很快就来到了思思上学的日子 而徐奶奶为了能够赚到学费 她每天起早贪黑出来捡废品 将赚来的钱为思思添置新衣服 而自己则是在垃圾堆里寻找别人不要的脏衣服 虽然生活的重担一次次压垮着徐奶奶 但这也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盼头 92岁石黄奶奶靠捡垃圾卫生 几十年来从未吃过一顿饱饭 只为了抚养自己捡来的孙女 自从思思打小技时起 她印象中的徐奶奶背部很弯 双手爬满了皱纹 每天游离在社会的大街小巷 徐奶奶把每个垃圾袋挨个抖了又抖 减实着生活的希望 勾楼的身体渗透了鄙夷的目光 褶皱的嘴脸咀嚼着岁月的心酸 徐奶奶还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废品值钱 最近涨价还是降价 随后徐奶奶便将自己捡来的废品扛在自己的肩上 一步一步朝着废品收费站走去 可在过马路的时候 徐奶奶意外摔倒在地 看到记者们是心惊肉跳 但徐奶奶却拒绝好心人的帮助 坚持自己捡起来 不愿意让垃圾脏了好心人的手掌 看着如此心酸的徐奶奶 我们不知道她这几十年来 吃过多少苦摔了多少跤 徐奶奶将自己大包小包的宝贝 递给收费品老板 经过两人的讨价还价 徐奶奶最后只赚了六块钱 而这六块钱却让徐奶奶的脸上笑开了花 这一幕不免让人感到心酸 其实收费品的老板也知道徐奶奶的故事 她给徐奶奶美金的价格要比别人高出几毛钱 希望能够对他们母女俩尽点心意 但在徐奶奶回家的路上 她意外收到了好心人带给她的早餐 但徐奶奶并没有吃 你胃痛这里有早餐怎么不吃 那边休息 奶奶口中所谓的 中午吃 无非就是想将这份丰盛的早餐 留给思思放学回家吃 与此同时 思思正拿着班里收集的空瓶往家里赶 她也想为徐奶奶减轻一下生活的压力 当徐思思的身世传遍学校之后 她不仅没有受到嘲笑 反而同学们对她是百般关心 而学校也为徐思思免下了学费 让她安心学习 92岁石黄奶奶靠捡垃圾为生 几十年来从未吃过一顿饱饭 只为了抚养自己捡来的孙女 徐奶奶为了能够养活思思 每天省吃俭用 将所有的钱全部用在了思思身上 而自己的吃穿 却是从垃圾堆里找 这一天 记者从外面买来水果给徐奶奶吃 可徐奶奶见到水果之后 自己却不舍得吃 而是第一反应将香蕉掰给思思吃 懂事的思思告诉奶奶 你不吃我也不吃 奶奶只好咬了一口 看见这一幕思思也差点哭出来 因为从她记事起 奶奶从来没有想过福 而是倾其所有照顾着自己 过年的时候 徐奶奶总会给思思买新衣服 将她打扮着漂漂亮亮 而自己却永远穿着十几年前的衣服 哪怕是衣服破洞了 徐奶奶都不舍得缝补 在徐奶奶接受采访时 她表现得气弱无力 这是因为十几年来 她从未吃过一顿饱饭 导致自己的胃病一直没有好 整个身体虚弱的不行 但她为了能够让思思健康成长 徐奶奶还是强撑着满大街石荒赚钱 这一刻泪水打湿了我们的眼眶 我们无法想象 徐奶奶十几年来是如何艰难度日的 而红十字会此时又在哪里呢 徐奶奶最后的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思思长大 或许她已经等不到 思思有能力孝敬自己了 这才是最无私的爱 而思思为了安慰奶奶 在床上翩翩起舞起来 这一幕把徐奶奶逗得很开心 这对相差八十岁的母亲 从黑发到白发 彼此相依为命 虽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但在这十几年的相处中 早已成为了一家人 在这里我想到了一句话 我用尽全部力气 只为和你相依为命 陪伴你长大 看着你成长 期盼着你亮丽的人生 可却无法一直这样看下去 如今十几年过去 思思或许早已经长大成人 而奶奶也许早已离世 这辈子人间太苦 希望下辈子思思能够好好孝敬徐奶奶 请不吝点赞